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成立了一年半 老实说,有没有收过学校或家长的投诉呢?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? 因为普遍老一辈对财务公司的印象都不太好 而且他们会觉得借钱即是先洗未来钱 但我们的看法有点不同 因为就算没有我们的出现 学生借贷的问题其实依然会存在 我们的理念主要是想利用一个金融科技 一些大数据的技术 尝试令到借贷成本降低 从这些学生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利息成本去做借贷